忘庫石 我这个学期参加了大学一个同流学生做朋友的计划 负责带他们游览香港和认识香港文化 我那组有个美国人竟然想我迟些带他们去看阿妈Roch 不知哪里来,我都不知啊 听到那一下真的呆了,不懂给反应 心想,什么阿妈石啊? 到我Google完才知道,原来阿妈石即是忘庫石 忘庫石是在沙田狮子山郊野公园里面,近大围那边 要去的话,Google说可以首先搭火车去大围 再转巴士入郊野公园 又或者在大围下车之后,直接走去公园 大概走半个小时 到了公园入口,就可以跟着指示牌走上去看望枯石 看,先戴上头盔,是Google教的 望枯石其实就是一块很大的石头 然后形状的形状在这边,好像一个背着嬰儿的妈妈 所以英文就叫他做阿妈石 而廣東話之所以會叫它做望夫石 就和一個傳說有關 相傳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家三口住在沙田 當時的香港人大多數還是漁民 有一天 爸爸出海捕魚之後就沒有再回家 拉低了媽媽和他們剛剛出生的兒子 媽媽很擔心自己老公的安危 於是每天都背著兒子上獅子山望海 盼望老公安全回來 可惜 爸爸原來真的遇上風暴 葬身大海 但是媽媽不知道 繼續天天背著兒子上山等老公 結果媽媽的行心感動了天后 於是天后將他們兩母子的靈魂帶了去爸爸身邊 讓他們一家團聚 而兩母子的身體就變成石頭 永遠遠留在獅子山上 永遠留在獅子山上 從此 好慘 出生無奈 出生無奈就死了 結果 如何都好 搞定 找走路線 知要如何去 找回級了 又找個名的來源 可以講解故事 接著要想的就是去到有什麼做 大哥啊,望庫石真是一塊石來的 除了和他拍照,真是沒什麼好做 都還可以在山上附陷沙田的景色 希望一班美國學生上到去之後不會失望啦 不過會簡正在香港又濕又焗的五月來行山 而不是等到十月秋高氣爽的日子才去 我怕我們會頂不順中暑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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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